葡萄酒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投资收藏 你也可能获得高达20%的年度利润 大器姆 欢迎您做客演播室 谢谢邀请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一般来说我们都讨论投资 但今天我们要深入讨论投资收藏葡萄酒并赚取利润 首先请告诉我们如何启动这方面的投资呢 事实上如果您有钱的话 您随时考虑投资收藏葡萄酒 首先您需要找到可以收藏投资的合适的葡萄酒 从一开始您可能需要这个行业的分析师 或者专业人士来协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您就能够慢慢熟悉行业情况 作为投资者我强调 您需要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 但另一方面 葡萄酒爱好者 他们不愿意为一瓶好酒付上很多钱 但他们很高兴能够喝上这种酒 这是葡萄酒市场的一个矛盾 某个角度有人愿意付钱投资 而真正的葡萄酒爱好者可以告诉你有关葡萄酒的一切 指出它好在哪里 但不能够支付太多的钱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需要对方 葡萄酒建厂家需要投资者来买单 而投资者付钱是为了短期或者长期时段内更大的收益 那么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选择没错的话 不仅可以回本还能够获得利润 我们就谈一谈这是如何发生的 需要参加拍卖会是吧 如何能够买到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升值的葡萄酒呢 当然可以去拍卖行 甚至可以在拍卖开始之前 就能订下一瓶特定的葡萄酒 无论如何可能性是很多的 当然如果你与酿酒师关系良好的话 你可以从他们那里买下一些好酒 只是如果他们发现 你买下酒是收藏投资 而不是喝掉的话 那么就不会再优先卖你酒了 当然葡萄酒是能在市场里流通的 最终能否买下 这只是一个财务的问题 葡萄酒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投资收藏 您也可能获得高达20%的年度利润 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案例 以此来看 葡萄酒能够成为一种投资的选项 那么能够详细介绍一下 如何选择一瓶完美的葡萄酒吗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认为这个过程不同于在商店里买葡萄酒 我总是被告知 要选择最便宜价位的葡萄酒 而是选择在稍高价位范围内的葡萄酒 也许投资收藏葡萄酒不应该使用这一原则 那么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因素呢 当你买一种稀有葡萄酒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瓶内的葡萄酒是否有被破坏 所以你需要打开瓶子品尝 这也是酒的最终意义所在 市场上有不同的酿酒商品牌 都被淋冽在投资者的收藏名单中 如果制作这样一瓶酒的成本 要高出1000英镑的话 到了市场中 其价格可能会飙升到1万英镑 这是投资方盈利所在 我个人是站在葡萄酒鉴赏家的一面 我捍卫那些喝酒人的利益 因为大家对葡萄酒是真的喜爱 是他们而非投资者 给葡萄酒增添了神秘色彩 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购买葡萄酒 但如果明天有更多有趣 可以炒作的东西的话 他们又马上转移注意力 所以我总是站在葡萄酒鉴赏家的一面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谈一下数据 节目之前 您曾告诉我有关最高售价葡萄酒的信息 那么一瓶葡萄酒的价格 究竟能有多高呢 有的葡萄酒的价格 每年能够增加25%至30% 甚至达到50% 但这是非常罕见的 一般来说 市场上的葡萄酒的价格 每年还是有所增长的 首先是由于自然灾害 虫害以及寒冷天气的影响 导致葡萄的总体收成缩减 而这当然会影响到生产 进入市场的葡萄酒量减少 所以酿酒师们被迫提高售价 在过去的五年里 酿酒师卖出的葡萄酒 年均价格增加幅度有5%至10% 这也使得投资者不断涌现 而且我认为葡萄酒每年都涨价的趋势 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果酿酒商以更高的价位卖出酒 那么第二年很有可能 至少是保持相同的价位卖出 例如2017年法国伯根地的收成很好 但价格依然没有降下来 厂内上涨的趋势依然保持着 所以投资者也在跟随市场内的趋势 加大投资 以期许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需要明白的是 一瓶葡萄酒的价格高达1万磅 这当然是一个不真实的价位 高处生产成本很多 但却是市场投资交易的结果 不过投资者们收藏的话 都希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买入 高位卖出 这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了 如果你要以投资为目的的话 简单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相关知识 拼取专家酿酒师和交易员的意见 然后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 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你可以做葡萄酒的长线投资 也就是说买下一瓶酒 能待10至20年甚至50年之后出售 当然也可以做短线投资 3到5年之内卖出 如果投资正确 那么这段时间内 你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投资手段 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邀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EDuan高斯贝电视 CEDA